大白天居酒屋掛上準備中的牌子 就等晚上開始做生意到凌晨三點 但這間居酒屋 感染一點多的營業聲音 卻讓樓上的黃姓住戶 被鬧得睡不著告上法院 拿來手機錄下喧嘩聲音 住在二樓的黃姓住戶 臥室內放的手機APP分配表跑不停 幾乎落在五十到六十之間 大聲鼓噪喊叫 樓下客人玩得好嗨 樓上住戶卻好無奈 真的是受不了噪音了 黃姓住戶已撞告上法院 找來環保局到場實測 但居酒屋音量 沒有超過規定標準五十三分貝 最後律師建議修改社區自治條例 晚上十點後不得超過三十分貝 傳送了一年 最後法官決定採用社區自治的規約 判居酒屋敗訴賠償二十四萬元 居酒屋業者好無奈 不能接受明明沒有超過標準 卻因為社區自治條例被判賠 打算繼續上訴 而社區自治條例 最後凌駕在噪音管制標準之上 這判決一出 對日後判例恐怕會有重大影響 記者黃季昌李逸璇新竹報導 有機密的規約